新城電台向政府申請交還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政府四年前發出的三個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一個已經停播,兩個申請交還 政府說要檢討政策 新城電台發表聲明說旗下的數碼聲音廣播 自2012年啟播以來,各項配套未能適時配合 業務進展未如理想,廣告空間一直未能拓展 加上另外兩間電台先後交還數碼廣播牌照 令到情況雪上加霜 公司因而決定交還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旗下三條數碼頻道會繼續廣播至10月12日 至於無意廣播業務會繼續發展 我們對於這個申請,退還這個牌照的申請 當然是非常之失望 但是也理解在這個嚴峻的市場環境裏面 是新城作出這個分難的決定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檢討數碼聲音廣播香港服務 因應今天的發展,我們將會調整檢討的內容 行政會議2011年批准發出三個數碼廣播牌照 鳳凡休月早前已經停播 DBC數碼電台也已經申請交還牌照 政府一開始去搞數碼聲音廣播 它就只是發牌 它有多少頻譜,它發了幾個牌照出去 然後其實它沒有在行業裏面協助 改善它們營運的環境 或者譬如它們的相關政策 有沒有一些支援都來得太慢和太遲 DBC數碼電台和新城申請交還牌照 如果得到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批准 只剩下公營的香港電台提供數碼廣播服務 無線電視機者周豪鏗報導 請大家看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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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